人这辈子越是喜欢张扬自己 炫耀自己 只会暴露出自己的底牌 就好比生性狂妄的人 最终只会不断地降低自身的价值 真正的聪明人 一定是懂得把自己藏好 然后默默修炼 不断走向强大 可以说 深藏不露是一种卓越的才能 正如鬼谷子有言 圣人之道在隐喻逆 人生当中 总会遭遇到各种性与不性 我们只有不断地藏好自己 保持低调 慎读前行 最终不会险山露水 才能踏实走好当下的每一步 活好余生 藏住自己 一个人为什么要学会藏住自己 其实道理是很简单的 就是一个人不管多么出众 都是山外有山 人外有人 只有藏住自己 在背后默默地观察 反思才能够走向成长 一个人如果活得像手电筒一样 只会照着别人 就难免照不到自己 然后只会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盯在别人身上 从来没有去改变自己 这样的人 其实是很难得到成长的 也很难为自己 开拓一些开放的奋斗空间 心理学家阿德勒说 一个人状态越健康 就越能找到更为开放的奋斗空间 而不是被局限在一个特定的方向上 一个人如果懂得及时藏住自己的话 那么也就意味着 自身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投资自己 成长自己 这样的话 当一个人越来越懂得低调前行 保持谦虚的风格和姿态去奋斗的话 那么自己这一生也能够过得更加从容 更加自在 甚至是越来越美满 陶行之先生说 大雨过后 有两种人 一种人抬头看天 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 一种人低头看地 看到的是淤迷和绝望 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把自己的人生过得越来越好 就在于始终可以管好自己 当然 管好自己的前提 其实就是 要尽可能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 都放在自我提升上面 这样的话 反而也能够让自己越来越认识自己 越来越了解自己 自然也就可以挖掘自身的天赋 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最终 也就可以取得属于自己的成功 藏好自己 正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真正有智慧的人 一定是懂得藏好自己的 因为只有不断地回归自我 关照自我 最终才能够取得属于自己的成功 显然 如果一个人不懂得藏好自己 不知道如何发挥自己的时候 就很容易被消耗 甚至是走向浪费的境地 哲学家书本华说 即使物件很小 如果我们把它放在眼睛附近 也会缩小我们的视野 遮挡整个世界 藏好自己 努力提升自己 拓宽自己的认知边界 提升个人的人格魅力 最终 对自己才会有更多的 更全面的 也是更客观的认识 然后 我们才会明白 该怎么做 对于自己而言 才是最好的选择 人生在世 一个人一定要学会 克服自身的虚荣心 掌控个人的血氧欲 然后 不要自以为是 更不要目空一切 而是始终要保持足够的淡定 低调 这样的人生 才能能够让自己的生活 回归正轨 朝着更正确的方向走下去 毛姆在月亮与六辨事里写道 你要克服你的虚荣心 控制你的血氧欲 对付你时刻想要 出风头的小聪明 藏好自己 不要被虚荣心蒙蔽 也不要因为炫耀 而迷失了自己 让自己活得越来越清醒 越来越干脆 甚至是越来越成熟 如此 我们每一天生活 才会走得更踏实 也能够为自己 创造更多的新希望 带来更多的温暖 以及温暖的人生体验 藏墙自己 菜根台里有个句子 写得极好 藏巧于桌 用慧而明 欲轻于浊 以躯为身 真摄事之一弧 藏身之三枯也 越是强大的人 越是能够学会独处 在独处的过程当中 其实就是在藏好自己 在葬的过程里 就是不断提升自我 成长自我 人生在世 只有让自己 变得更加谨慎 更加靠谱 最终 才能够通过 自我的成长和努力 一步步取得属于自己的成功 米兰 昆德拉在《不朽》中写道 我们每个人都有某一部分 存在于时间之外 我们或许只在某些特殊时刻 觉察到自己的年龄 而在大多数情况下 则无年龄可言 一个人只有学会藏好自己 才能变得越来越强大 变得越来越独立 因为真正的成长 其实永远都只能靠自己 也只有靠自己 人这一辈子 才能走向自渡 自愈 如此 走好当下的每一步 过好当下的每一天 让自己真正能够活得更惬意 从容 美好 幸福 人生下半场 学会藏 不断学 努力自我精进 这样的人生 才会充满无限可能